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从相关渠道霍尔系中国制造Model 3基础车价从35.58万元下调至32.38万元 同时该车还将享受免征购置税以及国家的补贴政策 补贴金额将达到2.475万元 因此该车补贴后的售价将突破30万,达到29.905万元 除了售价下调以外,该车的各项选装配件也有了一定幅度的下调 例如纯黑色的车漆从9500元调整至为免费 珍珠白冷光银海洋蓝以及此前售价18900元的中国红车漆均调整为8000元 此外,该车选配的19英寸运动轮圈的售价也从14200元下调至6000元 但为了节省成本以及降低售价 特斯拉还将此前免费赠送的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调整为有偿家庭充电服务包 该服务包包含了一个充电桩及80米线缆的基础安装费用 用户可自行决定在车辆的售前或售后进行购买 你有预定改车吗? 从外面获悉,全新西亚特亮有望于2020年Z6瓦车展特斯推出 从此前曝光的叠着来看 新车整体依旧采用了偏向运动风格的外观设计 扁平的千戈山造型 接锐林立的大灯组以及下方仪式贯穿式的进气口 均彰显出该车年轻运动的一面 同时其整体较为圆润的尾部造型配合后装上方的尾翼 让其尾部看上去十分紧凑 在类似方面,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例如全新造型的三副子多功能方向盘 全副子中空眼镜屏以及下方横向的公交出风口 让新车看上去更加年轻 同时居外媒表示该车或将采用全眼镜仪表 同时其中央还将提供一个地图显示区域 在动力方面,有望在入门车型上使用1.0T三缸发动机 而高配车型将采用1.5T发动机 此外,18V轻混系统也将配备在全新Leon的中高配车型上 在差点环动方面 全新Leon将推出一款搭载1.4T发动机和电机的车型 最大功率将达到204马力 对该车感应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克莱斯乐官方发布了一组旗下全新概念车 Airflow Vision的设计草图 该车将在2020年举行的CES上正式亮相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一种优雅简洁的设计语言 同时流畅的线条和宽大的车身尺寸也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此外,该车还采用了车轮与一支板合为一体的设计 其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电动机元件 看上去十分科幻 并且该车整个车身上采用了结晶纹理的设计 增加了整车的设计感 同时LED车灯与前中网造型融为一体 其内部造型较为复杂,看上去科技感十足 此外,A4V人使用了北极白车身颜色与金色丝条搭配的组合形式 进一步衬托出了该车的科幻基调 新车类似采用了极简的设计风格,看上去更加简级现代 此外,类似以浅色为主色调,同时服役金色的丝条 其座椅使用了高级绒面皮革材料 进一步提升了类似的高级感 此外,该车可以对中央多媒体系统进行个性化的设置 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需求 同时,该车内部还提供了多个显示屏 用户可以在每一个屏幕上共享信息设置的 动力方面,该车暂时并未有任何消息 这车应该不会量产吧 近日,宝石界发布了一款名为911 Biology Legend Edition的特别版车型 该车的推出是为了纪念Jekon Akson的75岁生日 外观方面,此次发布的特别版保持了现款911 Korea 4S的外观设计 并采用了名为X Blue的深蓝色车漆 同样的颜色也被运用在了复古造型的五幅轮圈上 同时,轮圈的轮幅也由白色线条勾勒 这样的搭配也是为了纪念Jekon的头盔配色 车身部分,新车还在B组上添加了特别版车型的专属名牌 名牌上也有Jekon的签名和比利时的国旗 配置方面,整体采用了黑色的设计 并在细节处采用了白色的缝线和点缀 作为特别版车型,新车还在皮质中央扶植上映上了Jekon的签名 并在测钥匙和钥匙皮道上也加入了同样的元素 而新车的碳纤维门框踏板上也有着Begin Legit一定性的质量 动力方面,采用了与线款921 Korea 4S相同的动力配备 新车搭载3.0T双轮增压水平对质6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450马力,风扭矩为530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全新的8速PDK双离合变速箱 该车将仅在比利时国内发售,限量75台 大家觉得这车好看不难 从官方获悉,吉利博越Pro新推出一款自联型车型 新车在外观方面与在色的博越Pro车型保持了一致 尺寸更大的回纹联衣风格家族化间隔散 拥有更清晰的五边遁形轮廓 新车的LED大灯组前周网向分离带来了更多的新意 尾部采用了全新风格的尾灯组 贯穿左右灯组的中央督铬饰条更加细长 中央的吉利品牌logo也被吉利字幕标识所代替 下包围部分,博越Pro针对灯组位置和护板造型进行了调整 银黑配色提升了对比度 而排气口认为双边共两出式督铬设计 车灯指灯方面採用高分别为4544 1831 1713毫米 轴距2670毫米 类似方面,该车的方向盘中控台整体均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12.3英寸中控屏幕尺寸视觉效果很气派 取消了拱桥型对身设计风格的新样式的空调出风口 看起来更加个性 多类方面,新车搭载1.8T发动机 最大功率184马力,风轮扭矩300牛米 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 车头方面,1.8T发动机匹配的则是7速双链跟变速箱 该车的售价为12.68万元 对该车感应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订阅关注VG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